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文革华的愚人码头 在华人心目当中的地位 是因为北京遇上西雅图的外景地 在这里拍摄而出名 随着工业生产方式的迅猛演变 许多产业做出结构调整和转型 随之而来的是大量机械设备被闲置或淘汰 这些象征着那个光荣年代的遗存 就摆到了城市管理者和艺术家们的面前 游游吹烟 游游吹烟 游游春落 路上已造者 我最亲爱的祖国 远在异国他乡 老乡就成了亲人 这不 宝莲又请大家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